下一個要教的叫火層岩 火層岩 火層岩就是岩漿凝固 岩漿凝固的 熔融的岩漿凝固的就叫做火層岩 它是地表最常看到的 它是地殼中含量最多的岩石廢化 地殼就是一團 室熱的火球 熔融的岩漿凝固的 當然是火層岩位最多 它是我們地殼含量第一位的岩石 所以呢 火層岩就是岩漿凝固所行責的 就叫做火層岩 它是地殼中含量第一位的岩石 火層岩有兩種分類方法 一種是 這種是國中有礁的 國中有礁會分作火山岩跟生層岩 火山岩就是火山爆發 縫吞出來 吞出來之後立刻縫到空氣跟水 所以迅速的就冷卻 所以呢結晶顆粒比較細小 因為結晶就叫排整齊嘛 冷卻很快 沒有什麼時間排整齊 所以結晶顆粒就細小 如果快到毫無結晶 實在排不出來 叫做火山玻璃 所以一種叫做火山岩 火山岩就是火山爆發 噴出來最低調附近 噴出來碰到空氣跟水 所以迅速冷卻 所以冷卻很快 所以結晶顆粒細小 如果冷卻太快 已是毫無結 叫做火山玻璃 另外有的沒有噴出來 在地下內部深處慢慢的冷卻 因為慢慢的冷卻 所以就可以好好冷排 所以結晶顆粒比較粗大 你的顆粒比較粗大 所以叫做深層岩 深層岩就是在地下深處慢慢冷卻 然後呢所以結晶顆粒粗大 當初形成的時候是在地下深處 但不代表你現在只能在地下深處看到 因為它我們有異可會變動 會變動 我們有什麼風化什麼金石什麼之類的 它可能會翻到地球表面上 叫做深層岩 是一種叫火山岩 一種叫深層岩 另外一種分類方式國中沒有礁 但是客人有提到這些敘述 但是沒有客人講它的分類 就是按照礦物成分分 或者就是二氧化系含量多 或二氧化系含量少 二氧化系含量少 通常是二氧化系含量多的顏色會比較淺 二氧化系含量多的顏色會比較淺 二氧化系的顏色會比較深 這是按照所謂的礦物成分來分 第二種分類方式 但是這個國中客人有帶到這句話 可是並沒有說用來做分類 二氧化系就是按照礦物成分分 二氧化系含量多 二氧化系含量多 二氧化系含量少 然後就有個神奇的表格 希望把表格背下來 原因背下來之後 會考的幾乎全部都在上面 這個表格告訴我 火層岩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根據冷卻快慢 所以左邊冷卻快火山岩結晶顆粒小 冷卻慢深層岩結晶顆粒大 第一種分類方式 第二種是根據礦物成分分 上面 常識時應多到常識時應少 高中有專有名詞 酸性 中性 肌性 右邊還有一個超肌性 那個高中再說都知道 常識時應多到常識時應少 然後背 所以劉文岩 鞍山岩 玄武岩 花崗岩 閃藏岩 灰藏岩 你這樣子背完之後 你這樣子背完以後 你就曉得 劉文岩的成分跟誰相似 花崗岩 但是劉文岩叫火山岩 花崗岩叫深層岩 你就知道鞍山岩成分跟誰相似 閃藏岩 但是鞍山岩是火山岩 閃藏岩是深層岩 所以就知道誰的成分跟誰相似 誰是火山岩 誰是深層岩 打一個圓圈圈 黑藥岩 為什麼 它是我們唯一教的火山玻璃 剛剛講到那個冷卻太快 也是毫無結晶的那個 我們唯一學的火山分就是它 冷卻太快也是毫無結晶 然後畫三個圓圈圈 寫上台澎金嘛 老師馬在哪裡 馬跟金門在一起 不過基本上沒有人考馬 他主要都不知道就好 馬是跟金門擺在一起 台澎金馬 這什麼玩意兒啊 台灣島常見的火山岩叫做鞍山岩 澎湖常見的火山岩叫做玄斧岩 金門常見的深層岩叫做花崗岩 哪邊常見就知道 選上台澎金馬 什麼地方常見什麼東西 就記住了 這樣子把表格背下來之後 考試會考的幾乎全部都在上面 既然講幾乎還差一點點對不對 還差一點點 後面再告訴你還差哪一點點 OK 這就是告訴你 把這個表格背起來 尤其是會考喔 台灣常見的火山岩叫做鞍山岩 就會考喔 澎湖也會有人問喔 玄武岩 因為這個都是台灣 台灣島這邊的事情 所以會有人去問 就是基本上簡單的跟各位介紹 火成岩的狀況 它是地殼含量最多的岩石 它是由岩漿凝固所形成的 要記得有一個分類叫做火山岩跟深層岩 火山岩冷卻快結晶顆粒小 深層岩冷卻慢結晶顆粒大 然後麻煩你把這個表格給我 備好 這樣子會考的你就幾乎全部都記住了 可以嗎 可以